让我们进去开一看 像是七八十年代表 饭票 凉票 加两个素菜 十九菜 奉请第一家国营食堂开业视频 最近在互联网热传 中共推行官办食堂引发舆论关注 中共住建部和民政部 10月1号发布通知 要求各城市试点建设食堂 和家政服务等设施 陆媒纷纷以小区要建食堂 进行报道 目前 多省已经配建了大量国营食堂 河北六月份要求各市 今年至少要配建50家食堂 到2025年 全省不少于5000家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 中共重搞供销社 国营食堂 想的是加强经济内循环 但解决国企和私企之间的关系 是个关键 供销社与国营食堂是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 到80年代后 几乎消失殆尽 大陆民众陈先生认为 重建供销社与国营食堂是中共备战计划之一 他建立两个体系 一个国营食堂 一个就是小区里的合作食堂 合作食堂的给老人吃的 恶化的话就是老人吃的差 他就是给你统一规口啊 因为你这个一旦紧张了 粮食又进口不到的话 不管是自然灾害也好 打台湾也好啊 他肯定要采取这个风味措施 陈先生认为 当局在预备粮食短缺的可能 对百姓而言 生活前景则更显得乌云弥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淳侯 易如刘芳采访报道